对神与神的启示毫无怀疑 在我们结束罗马书讲经的录制后 我花了一周来录制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 录制完成之后 我觉得意犹未尽 因为录制是有些靠现场发挥的 有很多的地方并没有讲得十分清楚 因此我想利用在这一期播出前的几周的时间 来用文字书写的方式 将我的思路更清楚地给写下来 这些问题是针对这个世代基督徒的问题 首先我们会看到当今世代基督徒 其实很多是半信半疑的 对于神的存在 以及神启示的真实性及严重性 还在半信半疑 我想这些是无需我的证明 许多读者也存有同样的感觉 如果一个人是真的相信神 以及神的启示 那么人怎么还会有敢随便生活 还敢不按照神的指示 或者是常常与神讨价还价 自以为是的吗 如今的许多基督徒 在一周七天的当中 大概就做几个小时的基督徒 只有在主日去到教会那那几个小时 看起来像是基督徒 出了教会就与世人一般无异 该占他人便宜的地方就会占大安便宜 甚至是说谎也在所不惜 该看人真的时候就与人真 甚至苦读出言会语也照样说得出来 而当情欲来的时候 历史也将基督徒的身份抛在脑后 总是要先满足自己的情欲再说 我说这些并不是在说基督徒要有好行为的重要性 而是在说一个人既然已经读过神的启示 却总还是过得如此的生活 那么显然这个人并没有将神的启示 话语当做一回事 也就是说他可能相信某些神的存在性 以及某些特质 比如说他会相信神会赦罪 但是他在神序说神国度的标准时 就不相信那是重要的 再听到主或者使徒们 对我们期许的话 就从心里压根不相信 那是神真的对我们有那样的期许 或者就相信那只是个漂亮话 听听就算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么这样的人 我们说是半信半疑都还算是亲的 其实根本就应该说 那就是不信神的启示 我们曾经听过有关于 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半杯水的哲学问题 是半杯空还是有一半的水 最后达成的结论是说 其实那是个观点问题 但是对于半信半疑 我们该怎么看呢 我们应该说那是相信一半 还是说只信一半 其实就是不信的 我想很多人会说 只信一半就是不信 但是我要说 只信一半也有其价值 那是可以让我们入门的契机 那是信的早期 但是人不能总是在门口徘徊不尽 总是在门口徘徊就表示 生命从来没有长进过 如果一年两年还好 如果信主信了半辈子还是如此 那么这就是不是一个危险的记号呢 所以我们应当严肃的对待这个问题 神的启示已经赐给了我们 如今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得到 或者取得圣经 我们只要读了 就可以知道神对我们的启示 但是为何如今有许多基督徒 不愿意花功夫去自己读圣经呢 是不是那些人还不明白 神对我们启示了什么呢 一个真信神和属神的人 听到了神有话对我们说的时候 一定会很想明白 神到底要对我们说些什么 想要叫我们做些什么 并且真的去做 但是只是要享受 那个免费的耶稣套餐的 还听说那套餐 就真的是免费给那些人的 就只是想要排队领取套餐 这些人可能等到排队 排快到的时候 才发现这套餐 只是给那些真正属神的人 不光只是排队就能领取的 到时候一定有许多人说 我已经排了队 你还有其他条件的话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害我们排队 排到最后还领不到 其实主根本不用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如果他回答的话 他一定会说 这些条件早就和你们讲了 就在我的启示里面 当你们在刚刚开始排队的时候 就发给你们了 要你们读 你们难道都不读吗 我想到那个时候 人都要无语了 还好我们今天 如今还在排队的当中 离队伍的镜头 还有不少的时候 可以想想 主所说的条件和话语 你读了吗 并且思考遵行了吗 如果还没有 那要赶快来读 有问题的话 还可以问的 愿上帝 看守并赐福给我们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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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什么 温力